当年2万的钻戒 现在就只值2500了 你好 老崔 上午我是跟您在网上沟通过的 有一个钻石 想起来了 要做保管的 是吧 对 到时候还得要拿回去 帮您看一下 那个价格上午跟你说 你清楚了是吧 清楚了 没办法 2万多买的钻戒现在只值2500 心里落差比较大 是吧 那倒让了 没办法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跟你讲一下 你看咱们这个不是PT900的钻戒吗 对吧 然后只有2.5克 对吧 然后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戒托 因为现在它是搏金的 它还不是咱们纯金的 它搏金的话 价格现在就是纯的搏金 也就是220左右 然后乘以0.9 因为它是9900的 然后乘以2克多的克中 这个戒托它只是500块钱 另外还不到490多应该是 然后咱们这个钻 它是40分的 是0.4卡的 然后VS的A是颜色的 确实我这边给到2000就已经比较顶了 所以说这俩加一次就是2500 我这边比较着急用钱 电铺上那装修就差这点钱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涨一涨涨到3000块 现在有个问题 它不是2500和3000 不是我差这500块钱 是确实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只值2500 就刚才不给你算清楚吧 这个东西现在就市场好像有2500 如果是3000的话 我们就拿亏了 因为我们再定个全新的回来 也就是这个价 对吧 希望你能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正常做保管什么的 我们正常要往下打气热去做保管 因为怕你到时候不要 对吧 我们压着钱还是得要点利润的 然后你跟我说了你的情况 确实我这边能包就尽量包了 我就顶着价格拿了 对吧 哪怕你到时候不要了 那我至少不亏钱 所以说就是2500的这个价格 然后您同意的话 我这让机器给你看一下 看一下赚有没有问题 2500就2500吧 一定我也给数回来 对对对 你跟上文跟我说 你是那个背着你老婆拿出来的是吧 对啊 算没啥问题 那行吧 你看吧 就是行的话 反正咱这个东西就我直接转给你 然后咱们签个协议 然后你到时候啥时候周转开了 你啥时候叫我 然后过来拿就行了 可以吗 行 行吧 好 行 那我就这个就保管下了 好嘞